全面寻找外星人 美军UFO调查组规格升级 将协调整个美国政府行动 美国国防部最近决定成立新的不明飞行物工作组 取代早前由美国海军领导的不明空中现象特别小组 金工作组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下运作 工作层级转眼间从军种层面 升格为美国国防部整体工作的一部分 综合美国军队时报和防务简报 11月23日报道 金工作组全称为空中物体识别和管理同步群 英文缩写也变成更复杂的M 由美国副防长凯瑟琳·希克斯领导 在此之前 美国军方对UFO的调查 仅在美国海军的职权范围内进行 美国防部周二通报称 金工作组将在国防部和整个美国政府范围内协调探测 识别和考证在特殊空域内受关注物体的行动 凝固和降低任何相关威胁 报道称 调查人员早前在审查那些UFO目击事件时 没有发现与外星生命的联系 但他们也没有得出任何结论 最后在今年6月出台的报告强调 需要更好的收集被美国国会日益关注的 和国家安全问题有关的数据 需要更多的分析 以确定这些目击事件是否代表了突破性技术 美国防部声称 该部非常认真地对待任何空中物体入侵的报告 无论是已识别的还是未识别的 并逐一进行调查 报道显示 为了监督AM 美方还成立了由国防部和情报界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 数十年来 美国官方对于UFO现象的调查备受瞩目